掌握财经市场脉动 找到成功致富关键 欢迎收听投资理财王 分析师精准的眼光 带您纵横股海投资好股票 让您轻松成为股市长胜君 致富关键就在理财 本节目由News98与理财周刊 共同直播 轮源 严义民 急如风 徐如霖 侵略如火 稳操胜券 轮源投顾严义民首席分析师主角 109年金管投顾新字帝010号 这里是News9898新闻台 进行节目 每天下午3点的投资理财王 我是启真问候大家 好 台股呢 今天的加权指数的部分 是下跌了85点 收在16634 加权指数跌0.51个百分点 但是OTC指数这两天 是很活泼 很强的 今天是上涨了0.64个百分点吗 今天如何来观察呢 赶快的邀请专家 轮源投顾首席分析师 严义民老师 老师好 News98亲爱的投资们大家好 我是轮源投顾首席分析师 严义民严老师 很高兴的 又在我们下午的频道里面 跟大家见面了 其实最近 投资人会比较关心的 就是说 老师这个台股 8月份修正的幅度 到底满足了没有 那严老师跟他讲已经满足了 那未来9月份的行情里面 你要勇于积极的一个操作 但是你从今天盘面上面来看一下 涨停满的家数大概就只有12家 12家 这个地方其实选择性 稍微的困难一点点 但是我们还是有办法做到一个 正确的一个选择 那在涨停满家数里面 有一家是我们的 是我们会员家族手中有的 是能够帮助我们会员家族 脱离这个所谓的下跌的行情 能够大展这个拳脚 能够赚钱的 我相信 这个我们的普通会员 就是我们的专案会员 今天应该是异常的高兴 因为我们已经领先市场了 那节目一开始的话 我们就由我们的齐珍小姐Lucky哥 来帮大家宣读 这一通意义非凡的浅信 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齐珍 对 今天的股票涨停满了 真的很少 恭喜恭喜 在1点05分的时候 老师发出的讯息 专案的家族朋友 看到了恭喜狂赫2485的赵赫 涨了2.6元 这档股票是两笔单 亮灯涨停 创破端的新高 真的是很开心 而且老师说只是刚开始 所以大家操作的部分 后续要听老师的指令 老师研判还会涨 持股要报老 要卖会通知 严老师祝大家周四愉快 恭喜恭喜 好那这种简讯的话是杂杂实实的实际操作的一个简讯 我相信我之前在我们的LINE的族群里面有跟大家讲 只要盘中有任何我们的股票拉到涨停板 我们都会在第一时间点把我们的简讯的内容跟我们所操作的股票 还有会人的等级如此的发表在我们的LINE里面的话 我也希望说投资人如果说你有盐老师的LINE 你可以稍微的保密一下 因为操作的部分的话 还是取决说我们买进的一个位阶 跟我们的出厂的一个点位 那如果说你是今天 不小心收听到我们这个news98频道 还是说你是长期收听的 你都知道盐老师会在节目里面告诉大家 然后听广播盐老师的股票仅供参考 但是我们的会员 我先直接点名我们的会员等级是我们的普通会员 就是专案会员的部分 今天的话在1点05分 应该都收到这种简讯 我相信未来的操作 赵贺的部分的话 一定要按照我们的简讯的内容 来做到一个所谓的纪律的操作 赵贺的话它是做网通的 那这档股票它是网通的一个龙头 因为目前为止没有一场股票比它更强的 比它更强 我们之前在网通的一个族群里面 跟大家谈到所谓的智邦的一个部分 其实智邦的部分 其实它的股价已经非常强了 它在最近的一个涨幅里面 它也是领先市场 但是它的强度也是跟赵贺来比的话 也是没得比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 就是说因为这个股本 还包含所谓的抽马面的一个变化 所以说在赵贺的部分 其实它是属于一个连续表态 另外一档股票 它也是一个自开途的 它叫智翼 一档叫智翼 智翼的股价也是非常的强了 它是属于一个慢吞吞的 也是属于一个 属于一个多方轨道里面的 大涨小回 我知道很多人希望去操作这种大涨小回 这个波段性的股票 你就不用去看盘 就直接把钱放进去 可能过个十天八天 这个股价就拆创破断新高 但是可能你是跟会员的 你可能有时间上面的一个所谓的紧迫 那你也想说希望能够多赚一点 所以说时间的部分的话 其实颜老师在那边会尽量的 按照我们会员的一个需求 赵贺的股价在8月28号 这一天的同时 它是属于一个开高走低 开高走低很多人去解答这根K棒 他会认为说老师 这是很标准的叫做空放吞噬 也就是说AK棒把所谓的 红K棒的部分 两天的涨幅把它吞噬掉了 这是你所看到的现象 但是老师必须要提醒你 有一个环节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8月24号 赵贺的股票 它是用跳空的一个模式 也就是说你时间点 8月24号你没有注意到这根 网上的一个跳空缺口 你只注意到8月28号 这个所谓的黑K做吞噬的话 这个地方其实 你学技术分析只有学会一半 这样哦 只有学会一半 跳空缺口这个部分一定要注意 当然K棒的一个理论 你也要注意 所以说隔天8月29号 出现所谓的低档拇指 然后昨天就开始转强了 昨天就开始攻击了 当然这个股价 从低涨去的 大概这个就是19块钱 19块钱乘以2的话 应该是38块钱 对不对 那今天涨停满价也没有38块钱 只有28.9元 所以说这个股票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上涨一倍 我说这个好的股票 最早就涨两倍三倍的嘛 既然说它只有 好还涨不到一倍了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操作的话 我们就应该做到持股虚报 那今天赵鹤的部分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它的涨停板是锁了接近6万张 它今天成交量也是大概在6万张 昨天的话只有3万5千张 今天是属于一个补量 而且涨停板有6万张 严老师不是说在那边吹牛 那按照老师的看法的话 这样股票未来只会越来越强 它不会越来越弱 因为网通基础建设的部分啊 我相信这个商机是非常大的 那这个商机的话 一定要有一档领先股嘛 之前的话我们是看到 自邦跟自义 它的股价是表现性非常强 但我们今天又看到 另外一个领头羊出来了 那它更强 它是2485的一个赵鹤 那我们的会员 这个普通会员目前为止 有两笔单了 那你是老师会员 你只要按照我们的简讯操作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的话 跟大家来谈一下 操作的一个想法 今天当然是所谓的MSCI 权重的一个调整 那大家都知道答案呢 它是属于二降一持平 二降一持平的一个状态是这样 大家今天都不敢去做动作 因为大家都知道 神龙白尾会往下摆 那没有错 今天的话尾盘稍微杀一下 但是明天又恢复正常了 那明天的话 在未来的行情里面 会去挑战所谓的基线 基线的位置去现在下弯呢 基线下弯代表说 目前为止的话 距离基线的部分是越来越近 本来的话在16900点 现在的话还不到16900 已经下降了 所以说未来的话 我认为在下个礼拜 台股的话 如果说整理结束了 那未来的话有机会会去挑战 前高的一个位置去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你要做两个准备 第一个 你要把心态上面准备好 在下个礼拜 进入到9月份了 这个地方 记得老师跟你讲了 一定要积极操作 第二个 你要把钱准备好 怎么样把钱准备好 不是叫你提款 不是哦 你稍微整理一下 你手中的股票 有那种涨不动的 不会涨的 空方走势的 你自己能够调节 你就自己调节 如果说不能调节 没关系 我们人员超库 很愿意协助大家 来进行所谓的 持股的 一个转换的动作 那当然最近问 AI的人稍微多了一点 那今天AI的 我稍微解答了详细一点 那今天最强势的 还是属于一个 PCB里面的台光电 为什么是台光电 因为台光电 在所谓的AI 它的所谓的窄版的一个部分 它的在的比例 几乎高达9成 所以说未来的 未来的获利的能力很强 所以说今天的话 一样持续续强 广运的部分 因为有所谓的水冷式 浸泡式的一个商机 那在股价修正了以后 今天的话 也开始出现了 所谓的补量上空 所以说有时候 你不要因为说 股价的一个修正 你就认为说 这个地方股价 好像比较弱 其实广运跟台光电 在今天股价表现 都是上涨 超过4%5%以上 都是非常强的 那至于说 在节目里面强调的 这个叫做 三二三一的伪创 今天一样拉尾盘 而且的话 股价表现性也不错 那请留意到了 这个跳工缺口 要进行所谓的封闭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 站上季线之后 必须要补量上空 那这个地方 不是叫你去买 一定要是叫你卖掉 因为之前 大家买得太高了 几乎很多的人 都是买在8月24号 因为8月24号 这天成交量32万张 32万张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反弹要先减码 先卖掉 那至于说你要操作伪创的话 严老师还在劝大家 稍微等一等 稍微等一等 那不用那么急 反而是广达的部分 今天上涨5块钱 跟技嘉的部分 我认为 这两档股票的话 你可以等一下这个发动点 因为龙头的话 就在广达跟所谓的技嘉 所以说你手中有广达跟技嘉的 不妨就是先持股虚报 但是不要去做出加码的动作 那伪创的部分的话 那反弹 回补 跳功缺口之后的话 先行回补 如果说 你认为说 你一定要做伪创这档股票的话 那没有关系 你来问严老师 严老师会直接 给你讲答案 那当然未来的一个AI概念股的话 只要情况它是适合的话 我一定会进场去做买进的动作 那当然现在的AI概念股 成交量不足 但是你会看到很多的利多消息 那利多不涨的话 就代表说投资人 他不是很认同的一个状态之下 那这个地方其实操作上意义上面已经丧失了 你要记得有一句话 如果说这个大产生要供的话 AI概念股 它是首选 一定是首选 到时候的话很多成交量 就会进来了 你那个时候你在操作的话 我觉得是比较适合了 那现在的话可能利用这档 有一段空闲的时间的话 我们可能就进行 别的族群的一个操作 那为什么首选的话会放在PCB族群 跟所谓的IC设计 因为PCB族群 它是所谓的产业的一个顶头样 如果说产业要付出 有拉货槽 这个中间包含车用的一个所谓的栽培 还有所谓我们目前为止 这个iPhone15的一个商机 还有未来AI的一个概念股里面 它都需要用所谓的ABF 跟所谓的CCL 包含所谓的PCB 这个三大族群里面的股票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稍微的去做出个买进或卖出 这个所谓的价差价 波段的一个操作 那今天的话 ABF载版的部分的话 有三档股票 它是亮灯涨停板 台国目前为止的话 今天只有12档涨停板 这三档股票就代表说 它是具有所谓的优势性的 第一档股票是核振 核振的话 它股本比较小的 但是今天的话 涨停板也是锁了12000张 12000张 今天的话 我看到它的成交量也开始放大 那你要去注意 那新复兴的一个股价 4909 今天亮灯涨停板 也锁了7000多张 我相信你提早布局的人 那懂得懂 懂得这个所谓的上升轨道 跟所谓的这个上升轨道线的话 这张股票应该可以非常简单的活力 那我认为这个短线上面可以先卖一趟 还有包含所谓的保得利 保得利这张股票其实它股本非常小 那你在操作的部分 其实稍微要注意一下 那严老师还是建议说 你可以去操作一些大型的股票 比如说这个金像店也不错嘛 对不对 那这种股票的话 比较适合投资人 那如果说你怕的话 当然你可以进行所谓的 短线上面的一个价差操作 那接下来就是所谓的IC设计 那IC设计的话 目前为止资金全部在IC设计的原因 就是说 我们看到AI的一个成长 包含车用的一个部分 还有未来 很多的一些忘记的一个效益的话 它都会发生在 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IC设计 当然第一个题材的话 就是所谓的特补锡的一个商机 我相信你在昨天 有看到有一档股票 特补锡的叫伟权店的 亮灯涨停满 但是很多人会去做出个追加的动作 其实操作的一个部分 不能去做追加的动作 一定要在适当的一个买点 去做出个买进的一个动作 那当然相关特补锡的部分的话 今天6104的创围 今天股价也是上涨了5块钱 也是上涨了接近4% 包含做低润跟IC设计的 8299的群联 今天股价表现也不错 上涨了15.5元 那这个都是今天比它强势的 这些股票的 那还有一档股票叫威风电子 单号是6756 我也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那这档股票今天拉尾盘 今天的话底部出现红山兵 代表说它是空方转多方讯号 也是很明显的 外资的话也是站在所谓的买超 那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都会提醒大家 那目前为止的话还要注意什么 强势股对不对 强势股的话还是回到那档股票 2363的这个系统 系统今天还是很强 股价的话在今天收盘 再创破断性高 其实投资人对于这档股票的看法 我觉得是比较害怕 因为它涨太多了对不对 但是以严老师的看法 我认为它可能还没有涨到 为什么你知道的 因为我看到它月线的部分是属于一个突破形态 按照我们技术分析里面 月线部分进行所谓的多方的一个突破的话 就代表说这个股票有机会 它是走一个大破断的 何况之前是出现所谓的潜伏体 潜伏体的股票其实它的一个耐受度是非常强 那如果说我们认真来算 系统这样股票从底部区开始起算 到目前为止的创新高 到今天收盘再创破断性高 它涨的只有一倍 我常常讲过好的股票有机会涨两倍涨三倍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必须要有专家的一个所谓的指导 不是说你自己切进去 但是还是要恭喜大家 你有买的应该都是赚钱 那接下来谈一下3308的这个叫联德 联德的股价其实在近期以来的话 它就创了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 在今天的股价走势里面 它也是非常强的 那这张股票请留意它是做什么的 它是做电源转换器的 那不管是毛利率 盈利率 跟股东报酬率高达47% 你可能还没有看过这个股东报酬率有这么高的 应该是第一次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它目前股本的部分大概只有7亿 它的本益比的部分只有9倍 像这种股票其实只要它的业绩成长性大一点的话 这种股价的一个表现性可能都会突破大家的一个想象了 那2402的溢价 这样股票也是经过长期的一个布局 即昨天涨停板 今天一样再度的涨停板 那不要认为说这个股票操作好像就是说涨完了 那其实严老师还是要提醒大家 这个股票操作不可以用常理来判断 就是说你认为说像昨天涨停板 你认为说老师这个已经报大量 因为我们往前推的话 这个成交量平均价大概只有2万张 那昨天的话大概成交量放大到6万张 已经放大了3倍对不对 那你今天的话来到15万张 一样是量人涨停板 但是第一个上升轨道没有跌破 目前为止也没有出现空方走势 而且周KD月KD还是黄金交叉 外资的话还是持续站在买方 所以说有时候操作 真的会跌破大家的一个眼镜 最后个族群的话跟大家谈到所谓的低论 低论最近为什么会大涨 第一个它消化库船已经结束了 第二个大涨开始减产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股价会开始反映 我们今天看到的品安也好 实权也好 群联也好 威刚也好 这些股票其实在之前的走势里面 它跌幅都非常重 跌幅重代表说它筹码清洗得比较干净 那今天的话 品安 群联 威刚 实权 这个股价的走势 都是非常的强劲 尤其是属于一个品安 因为它小股本 只有6亿的话 这个股票的话上涨的速度也是非常快 实权的股价已经进行所谓的突破 那群联的股价目前为止的话 也小创一个颇旦的一个新高 包含微钢的股价 但是这四党股票 严老师还是要呼吁大家 不要去做出一个追价的一个动作 因为追价的话 其实对投资朋友们来讲 非常非常的不利 那当然今天是很重要的日子 8月31号 8月31号 公司的月底结账 那我说过了 月底结账老板邀请客 所以说老板讲的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那今天还是要强调一下 会员手中有招贺的 会员手中有千步精密的 这两档股票有买有卖 接创破端新高 应该都大赚 那未来的操作 严老师会挑选一档 单股所担的 单股所担 只要你是会员的话 我们会发在我们的赖里面 请大家去做出个底部重压 这档股票即将未来 就是我们9月份 操作的一个大黑马 一定要积极的 来做出个布局的动作 还是要恭喜我们的 普通会员 照顾的部分的话 今天掌停板以外 好像还锁了 接近6万张了 按照老师的简讯操作 就可以了 那我们把剩下时间 好 交给我们的期贞 好的 真的非常开心哦 好 今天的加选指数的部分 是拉回哦 但是呢 老师这个2485的赵贺 真的是好美哦 锁掌停到底哦 OK 而且呢 老师这档股票呢 是有两笔单哦 家族朋友 就像老师说的 要看 要听老师的指令哦 好 那么另外 签付精密的部分 也是恭喜哦 创破端的新高 那么来到了月底咯 这个月 不知道大家操作如何 如果不如预期的话 欢迎听众朋友呢 可以哦 跟上老师的脚步 老师说 这个股票呢 也可以哦 进行一个换股的动作咯 好 稍后的资讯 也都提供给大家 希望大家 9月 跟上老师的新布局 而且今天 月底 有特大活动 欢迎大家好好把握 每个月一次的难得机会 感谢我们的源头顾 收集分析师 岩米老师了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今天呢 是8月31号 赵冠律 岩老师的公司呢 就会举办 公司月底结账的最优惠 欢迎听众朋友 可以趁这时候呢 好好的跟上脚步 现在就可以拨打 0223219933 0223219933 今天老师的家族朋友 赵鹤 千负精密哦 创破断的新高 超级开心之外 那么台股行情 也即将进入到了9月哦 老师研判 大喷发断 最好赚的一段时间到了哦 希望大家 邀请您 一起来跟上脚步咯 好 今天月底结账 最后一天 统统都可以谈一下哦 只此一次哦 一定要把握 好 速播0223219933 23219933 另外 老师的免费Lite 也非常的重要哦 盘中老师有说 相关的一些重要资讯 或者是家族朋友的操作 哇 已经有大好消息的时候 也一定会分享 欢迎听众朋友呢 直接搜寻 免费加入哦 Lite ID是 小老鼠 小写的A518 小老鼠 小写A518 重要资讯都在其中 而今年月底结账 加入的朋友 全部单股VIP 前十名老师会清贷哦 严老师说 谢谢大家哦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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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